4月4日恒指今年第一次升破30,000点,不过,我当时指出,30,000点是大整数,心理阻力不少,昨日,恒指下跌280点,跌破30,000点,很正常,趁调整入市是正常,是恰当的投资方法,但是,我们都想在调整的最低点入市,但是又没有能力知道调整低点在何处, 只知道经常听到低处不算低这句话,也被这句话吓倒而错失调整入市的机会,是的,我们不可能捕捉到调整的最低位,因此,一种做法是先为自己定个目标价,一达目标价,马上入市买入,目标价可以参考最近一次的调整幅度再打8折, 假设上一回的调整幅度是5%,这一回,只要调整幅度达4%就可以买了,买了之后就不必再理会股会是否回升还是再往下跌 另一种做法是捕捉逆市上升的蓝筹股,去年全年,我不断地建议买中电002,领展823这类避险股,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这类避险股多次逆市上升 昨日恒指跌0.93%,不算少,逆市上升的蓝筹股有腾讯700,太股A019与恒生银行011,趁调整买股,该买什么股,有限多种选择方法,其中一种是有好消息公布,而股价未因好消息公布而上升的股,那是因为大市下跌的压力害过好消息,一旦大市回升,这些好消息有助股价反弹得更高 近日,多只证券商股公布3月份业绩,都非常好,这就是好消息的例子之一,公布今年3月份好业绩的券商股包括,招商证券6099与广发证券1776,净利皆超过一倍,除了这两家之外,其他券商股或高或低,盈利都有显著的增长